南投县议会召开第二十届第三次定期会 在本日上午总质询议程当中 针对环保议题 谢议员谢明牟也与县府环保局进行质询 请环保局长说明为何选定日月潭来做空气品质维护区 是否有更完善的计划 让民众不会因为此规定而害怕进入日月潭观光 公围区为什么选定日月潭 是一块钱人得失利还是有生命原因 现在一块钱因为经济的关系 减车已经久久了两天 已经周秀六日了 所以我希望你要处理事情 你要懂得民间疾苦 你知道瑞兰是国际级的风景区 你哪里不去空屋检查 你挑战日月潭 你现在是在乘客人家吗 不如都砍这么大屁 县议员陈淑惠也针对日月潭成为空气品质维护区后 取缔违规大型柴油车 想请问县长有什么配套措施来维护这个法条的执行 那今天呢我们协议员一直提到我们日月潭 维护品质空气区的这个柴油车的这个管制 那我想我们两位都是 与此心力积极的选区的民意代表 接到的电话真的是很多 那在这个华已经定了当下 我就来救教于我们县长 如果这个法定了当下呢 我们有没有办法来把它做一个解编 或者是有其他的配套措施 来维护这个法条的一个执行 请县长回答 县议员林廷利则是针对仁爱乡垃圾转运站 垃圾长期暴露在外 造成环境脏乱 附近都有住户 一年前有请县府环保局来评估如何帮助仁爱乡公所去改善 所以在本日上午定期会总咨询议程中 请县府环保局说明争取经费的进度 其实我们的垃圾转运站其实是非常的简陋 所有的那个垃圾其实都是暴露在外的 那比较让我会比较担忧的是 其实我们垃圾转运站往上走或往下走 不行不用两分钟左右都是有住户在的 那时候有请你帮我们评估看看 有没有什么样的那个补助经费 我们可以跟中央去申请 那现在一年已经过了 我记得当初你是说有大概规划了 大概4000万的经费来去做争取 那我不知道现在的进度到哪里了 在本日上午定期会总咨询议程中 谢议员谢明谋和陈淑慧 关心日月潭成为空气品质维护区后 取缔违规车辆 而现议员林婷立则关心 县府环保局针对仁爱乡垃圾转运站 争取经费的进度 也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参考采纳 解决宪明的需求 记者庄怡婷南投县议会采访报导